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剩余的20%则可以自由支配 如果来年实际产量过剩 计划外的部分也将归外提有 可以直接投放市场自由买卖 古巴农民亚利桑德拉 当你承拔国有土地时 会与你所属的合作事先合同 合同上规定了需向国家出售农产品 如果生产有富裕 可以直接在市场上出售 保障民众也能得到同样的农产品 行政策还在种子 农具等设备 供应方面进行了改善 将大大简化申请流程 并缩短供应时间 亚利桑德拉说 这将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 提高古巴农业生产水平 增加农民们的信心 古巴农民们亚利桑德拉 是农民对农业和农业部门充满信心 鼓励我们生产我们需要的东西 使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蔬菜 达到一定的生产水平 你到市场上可以买到你想买的 这就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 要是记者侯佳琪 目前古巴大部分的粮食 肉带奶的供应都依赖于进口 但有官方数字显示 截至2017年年底 古巴仍有近百万公顷的土地 处于闲置状态 因此国家希望通过新政策 吸引农民承包更多的土地 以提高国内农业产出 减少对食品进口的依赖 古巴首次向外资开放铁路运营管理权 新规9月生效 新划售哈巴纳8月23日 古巴正辅决前宣布铁路系统新规 首次允许外资企业 获得古巴铁路运营管理权 新规将于今年9月生效 根据新规 古巴的铁轨 铁路设施和铁道机车车辆 将可由一个或多个运营商 完全或部分管理 运营商可以是古巴或外国的自然人或法人组织 新规还对车辆运行 设备维修 应急措施 安全监管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